《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在廣大人民中傳播出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 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辛亥百年華滄桑》 逢星期二晚10時至11時半 主持墨業城,謝二方 社會公然以民為本 民主民生,地區事務 《人民力量》,節目主持陳偉業 《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 追擊令你們建立這個合作的關係 然後發展怎樣? 完了... 應該是會分手 但似乎是肉斷,不能斷 這個真的挺有趣 到最後的演唱歌 它始終不是一個常規節目 一個重頭或好時段的節目 這樣就經常問我媽媽你會不會自己想做些什麼 想個節目出來做一下 其實我那時候就無可無不可 因為我真的不是很喜歡做節目的 但做得挺過癮的 因為有歪一點點 再講前一點 其實在我來人網之前大約一年左右 那時候青台未成立 醞釀青台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份去談過一下 即是和快必 梓健 還和劉慧卿吃飯 我記得真的 即是那時候去美變節 是的 他就說要搞個網台 即是要有個頻道去罵人 罵政府 但後來因為我做一些佛教的工作 其實都有一些政治性的成份 政治性的意思是我要去北京 鯛魚台、國賓館和人民大會堂開會 和統戰部、宗教局等開會 即是我們的集團就不想做太多政治的事 也沒什麼好處 所以跟劉慧英那次談完之後 我真的沒什麼錢 大家都是感召而已 算了 算了 做我自己的事 所以他們成立了青台 我都沒有幫忙或做過 直至那次十八童人 愛樂區就叫我去做 那時候還在想 其實青台都叫我很久去做節目 我又不做 現在是來幫人網做 不是這個機緣巧合 對 但當時青台的觀眾群和人網的比例是怎樣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研究 當時我也沒有研究 即是用客觀的標準來說 譬如你現在上去一些網站看 那的確人網是佔了很多 很多 青台可能一兩個節目會特別多人聽 但當時青台都算出名的 是否在這個網台來說 相對地 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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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楊叫我去想節目 想 我也不記得 而後來大家會知道 他叫你去想是時事節目 還是音樂節目 還是宗教節目 他沒所謂的 你喜歡自己 那你不做宗教節目 說快 就讓人聽 你要知道我們是在雙營的電台出身 所以我們除了要說一些很少眾的事情 即是我們覺得應該要說的之外 我們的想法 從小時候的訓練 都是要照顧大眾的 所以譬如做完 一起從錢人出發 跟著我們覺得 從Marketing的角度覺得 都挺受歡迎的 所以就接著一定要開一些類似的事情 我當時心目中是這樣想的 我記得宇洋當時還在做那個 是關於五區公投的節目 是 那段時間 其實還重重疊了五區公投 我記得 五區公投那天 是叫我 也是那些椅子 上來 即是五一六的日 是 不知由七點到晚上 十二點一點 又是沒錢的 沒錢的 然後每個人來聊幾句 彈博 Q仔 那些 家豪 家豪 這樣 那到尾聲的時候 我就想 我都不記得怎樣想到 一個妄想最大檔出來 當時剛好又要改節目 是 即是又要轉節目時間 所以就說 不如 再想召集 譬如你 馬草黎和我做一個節目 嗯 接著 其實最初就是這樣想 是 之後就有選民力量的成立 那就跟劉翁和醫生都談得很興起 即都沒有講那些節目 那不如後來 就想想想 欸 反正都是了 大家這麼開心 那不如找齊五個人來 因為為什麼要五個人 甚至乎加上Erica 就是大家覺得 其實星期六 我們 Supposedly 都有自己的私人時間 為什麼要找這麼多人 其實我們初代是想要輪流做 即今天三個 其他節 怎知道每個人都齊了 即是每個人都可以 你三個做膽 然後其他放假 即是輪流 可以一個禮拜 一個月最多做兩至三次 但後來大家都很乖 原來發覺大家沒什麼生活 哈哈 星期六很有空 我們搞這些事情 無論是網台好 或者社會運動 政治運動 真的不是一般人 可以跟你發展朋友 或者感情生活 哈哈 即是你大時大節 又要去遊行 將一些私事 放上來講 不是 即是說 然後做了網上最大黨 是的 網上 不是網上 網上最大黨 就變成你跟人網的關係 開始鞏固 不是鞏固 即是開始 只能夠叫做 即是正式開始 例行節目就不鞏固 不是鞏固 正式開始 正式開始 有居馬費 那後來就 日頭 例如常規一至五 有時候幫蕭先生 替一下腳 這樣 那你替一下又 越替越多 這樣就開始做 我看到幾個發展 都是你主導的 包括找他進來做 那個追擊的節目 是 然後就做這個 網上最大黨 可以這樣說 可以 那你在人網那個角色 即是其實等同當時的CEO 其實 在某程度上 哈哈 我很怕承擔這些 這樣的Title 我知道你沒有那個名字 即是 但是實際上你的工作 很多時候是 等同一個組織 負責策劃和聯絡和決定 那這個是蕭先生的信任 因為他覺得 即他自己有很多東西在路 譬如他搞那些什麼 遊戲 金幣那些 他自己都有了 但是下面另外一些 譬如找些什麼人做節目 大家會聊 但是到我突然想到 我覺得一定要做的時候 我跟蕭先生說完 他通常都不會說不 其實他還沒試過說不 我不知道 我覺得有時候 都很難計劃到這麼多東西 因為 不是你計劃 就可能我想請誰 你給那麼少錢 即不是錢 那些 怎麼會跟你做 所以很多 你說成功好什麼 都很多是 撞彩也好撞 撞師出來 好像我來 正式上任之前 其實有一個節目改動 就是Q仔 沒有空做 請了黃耀達王上 其實也不是什麼計劃的 之前一個星期撞 誰知道 越做就要他投入越多 即是你有一個空間 即是這個王上 你有一個空間 以及你的空間 給到那些人才 發揮他的專場 那就令到那個得已成功 因為你很多的節目 很多的制爪 又說這樣又說那些 不行 那你那個個人發揮 他的專場的機會 就少了 譬如你好像這次王上 你整個節目 看不到 那你自己喜歡怎樣怎樣 那你自己的那個 最擅長的東西 是可以爆發出來的 即是其實很多節目的 掛名是我的監製 但我從來都不理 我的想法就是 其實 你自己做得舒服 你就做 即是你不要太難聽 我覺得就可以了 但最重要是 節目主持人做得舒服 因為坦白說 回頭 又不是給你多少錢 那些都不是錢 如果都給不到你那個 興趣的話 那我就覺得 又沒有上司下屬的關係 即是以前 譬如主流電台 有監製 有上司 可以說那個主持人 你有遲到啊 你有什麼啊 做得準備不好啊 但我們反而的關係 合作關係 我們提供一個空間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你準備了多少 我還不會給你壓力 我要你交給我 之前 但剛才你一開始說 那時候 講到那個 你自己自小的成長也好 那個思想發展模式也好 想事情是想大眾的 是 節目那些 是 當然 你那時候不是真正的CEO 但你負責這麼多人網的節目的發展 你是不是都是想大眾的需要和大眾的需求 去設計和去想一些節目的內容和方式 我第一件事想呢 就是 多不多人聽 還有可不可以持久的節目 就是 比如 看人網做的時候 其實都有機會接觸一些社運界的朋友 都有些社運界的朋友 就是 我想在這裡開一個節目 然後開什麼節目啊 開一個X節目 不要說誰 接著我就會立刻想 持久不了啊 這些節目 我不同說 我要開一個節目 只是 講相機的 就是只是講相機 什麼都不講的 你講不講到那麼多集呢 就是我開一個節目 其實可以做嘉賓做兩集 無所謂 但是你要行狗地去做 那就有些困難 還有 你說的 topic 真的小眾都很重要 小眾都很小眾 又維持不到 那怎樣開一個 恆常節目 現在天都有人有這些 都不是叫proposal 就是他忽然間有個 就說 可不可以開過這樣的節目 剛剛有人說 可不可以開過80後和50後 就好像 爸爸和兒子對話的節目 那我就會想 但是 這些概念的天都有很多 但是能不能夠持久 或者 可聽性高不高呢 這些就是我們要想 但是網台給人一個的感覺就是 網台是小眾 這個大氣電波的電台是大眾 但是你似乎 那個網台的發展的路向呢 你是從這個大氣電波的電台的思維去看的 我同意的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以前 就是譬如你聽電台 就可能透過FM、AM那種的科技 現在你聽電台就是透過網絡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你要做一個節目 你使用人網 你自己拿著咪都可以做 就是台 是要有台的identity 有台的性格在這裏 就是網上節目 台是你要有起承轉合 就是有橫線有直線的 就是這樣才是一個勢來的 這樣才可以做到一個台 就是它可以要有大眾 也可以有小眾 它相對可以比主流傳媒 因為我們的空間實在太多 我們的空間 理論上是無限的 我們可以橫開 這個人民力量時電 十至十一時半 其實我們可以開七個節目 是 爭在是不是這樣開 自己爭聽眾 自己爭聽眾 還有你做而已 但是我都要找人幫你錄音 我都要有燈藥火納的 我都要衡量這些東西 我給了一間房子 但是相對上你做的事情 不是做得好 那你為什麼要給它 看回人網的發展 我自己也是最近一年幾兩年 開始參與了 之前都是聽人講多了 但是你看回那個發展 發展到現在都算是 那個起步都熬了六年 但是都相對成功了 那個成功的要素 你覺得主要是什麼 可以凝聚到這麼多的聽眾群呢 我先回答一下 我覺得主要都是 節目主持人的質素很重要 還有他們肯去付出 而不去計較 在不計較之下 反而所做出來的質素 是會好好些 這個 這是我的演繹 我明白你這個方向 我的想法就是 經過十八堂愛樂區 一起從前進出發 那一翼開始 我就覺得 盛也金錢 拜也金錢 網台是這樣 雖然我們很多時候 給不到錢 一些主持人來做 但是有時候 原來你不講錢 講心的力度 是比金錢更大 一定一定一定 因為我自己也做過電台 正職是做電台 當你真的收緊薪金的時候 你會計算的 我沒有理由 每天虧給公司 十個小時 對嗎 但是反而來到網台 就算你說馬祖黎 聖士伊勢 劉翁 他們沒有這麼賺 這個問題 是將他的最好 將他的最多 拿出來的 你沒有指示他做些什麼 是 他自己純興趣投入 好像我上兩個星期 和陳雲 做完總頓之後 沒多久 你弄他 和他談 會不會有興趣 一個星期做一個小時的節目 一談就拍了 但是他基於 最近家裡有些事 要將那個 開節目的時間 亦都是類似你所說 他純興趣 那次訪問完之後 大家都覺得 有一點點的 群眾的反應 覺得這些討論 理論 或者這些文化節目 也會有個觀眾群 所以大家可以談到 那個機會也大 你說回主持的重要性 其實一開始就靠老蕭 動文 是啊 再加上Q仔 是啊 談博 幾大支柱 幾大支柱 撐著 而且也撐了很多年 是啊 所以我們的定性 就是政治 因為一開始這幾個 全部都是政治人物 所以老蕭的想法就是 其實是對的 全部都對的 就是 你建立了一個聽眾群 之後 你開始要交換 所以他就要開一些娛樂 宵閒節目 就是 你當是 滿足一個人的另外一些需要 又或者你拿那個東西去吸引一些新的人 然後互相帶動 就是有些人是只是聽宵閒娛樂的 聽一聽就覺得 咦 抑文大舊 那些都挺好聽 那不如聽一下那些 又或者他聽到抑文大舊那些 咦 不如我去聽一下恐怖在線 聽一下五鬼夜情 等等 其實現在都有 所以互相在影響著 互相影響 這個很重要 譬如醫生他想恐怖在線 那原來很多人是不認識他的 就是完全 那些人真的純粹聽鬼故 他就每晚來聽鬼故 是啊 可能我去到恐怖在線 都不是有一半人認識我 都不行 我不介意說一件事 就是 這個是蕭定一號 早幾年說的 那我也同意 他說人網 就是當時未分開人網和 radio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沒有 是三個人不可以沒有 第一個就是魯蕭 第二個就是蕭文 第三個就是潘紹聰 我完全同意 是 直到現在 不能這樣說 但當時在那一刻的發展其實是 所以 你剛才說成也金錢 拜也金錢 那拜也金錢 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找不到一些很好的主持 就是 又或者我很多資源上不夠做 錢請不到很好的主持 這個我也有想 就算是這樣說 譬如 如果真的有人用錢 去跟你爭一個主持人 那你說魯蕭你不能爭 動蕭也很難 有另一個電台肯重金禮 他叫走他 不讓他在myradio開咪 但是 其他主持如果真的 可能是可以的 可以的 是的 那我Q仔走了 Q仔那個真的不能說叫的 不是叫的 他一直答應了 他一直幫開大班 他一直幫開大班 這個不是叫 但都基於跟某個商業機構的關係問題 他跟蕭商有交情 也跟大班有交情 這個不可以說 Q仔 但是偶爾請他來 他也會回來的 偶爾請他回來的 這個就是 你說 這也是友情 其實在人網開咪 這麼個癮 我喜歡說髒話就說髒話 說什麼都行 你講說我都上過癮 哈哈 我怕有人重金禮兵 叫你去走 那個男朋友看到我 有沒有興趣做節目 做時子孫 其實我做這麼多年網台之後 做了一年兩年 其實我都自己調教我自己 因為以前你譬如在傳統電台做的時候 很多東西你不能說 又或者一些東西要客氣一些 粗話一定不能說 又或者一些東西要得體一些 因為我譬如試過說一些 我自己都不 講者無心 但聽者有意 然後第二天就接到監製的電話 就會跟你說 當時說話就要小心很多 所以造就到很多東西都不夠好聽 不夠入心 不夠放 來到網台之後 我其實都是拿回傳統電台那一套 然後慢慢想想想 其實都不是同一個環境 其實是可以自己調節 其實過去這兩年 我自己都不斷在調節自己 怎樣可以令到個人更加立體 你個人立體的時候 由你聽眾聽出來的東西才多元化 才更加精彩 他們會覺得 不太客氣 都看到你期後的節目 都開始越推越多種類 還有多不同背景的人士 那到現在轉裝了 轉裝 這個是背後CEO 他現在還是 他轉了一個掛名 不要這麼說 千萬不要這麼說 那當然說發展又會怎樣 第一就是 CEO 這也是一個名字 當我答應蕭先生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的名字 叫做CEO 叫做台長 還是叫做什麼 就是 我當時 總裁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唉 真的沒什麼特別野心 反正每個星期 留在人網的時間 都比家裡多 這麼厲害 真的 不要說他 劉翁也經常在這裡打招 他又住得近 不上來不舒服的 慢慢放工 有什麼幫到手 這樣 難怪我晚上做節目都見到他 在旁邊裝著裝著 那不如就明正言順 就是 去幫吧 幫多一點 所以呢 又是未講錢的那些 就已經答應蕭先生說來幫 也都想 現在就算不太多 但將來 人網越做越大 就是宇洋也是這樣想的 即時的報酬 即時的報酬 不是那麼緊要的 即是想後的那個 派館還是分股 都沒有想到那麼什麼 而是 有時候的成功感 是在網台會大過 在主流傳媒 你做個小DJ 或者做個監製 so call 因為我記得 好幾年前 不知道兩年前之後 的七一遊行 我們做了一個慶功宴 那我記得 我都說了一番說話 就是 人網其實是一個傳媒 但是它是一個 做政治運動的傳媒 即是影響著社會 不一定是政治 即是整個社會 它都在影響著 即是譬如 除了政治上之外 我們還有其他方面 我們都是影響著 即是在生活文化上面 那我希望就做到這樣的事情 而現在 走的那條路 就似乎是這樣 就可以做到 你剛才問我的大方向 其實現在都是摸索階段 因為一路人網 就不是當一盤生意去營運 你知道 即是 賺錢不是行第一 如果賺錢行第一 其實它可以去調教很多東西 令到它更多廣告 那我上任之前的人網 每個月可能都 要蝕六位數字 即是現在 現在都是差不多 但我其中一個目標就是 起碼不要給 紙蝕 不是叫紙蝕 蝕少點 你想想現在人網 先把五位數字 哈哈哈哈哈哈 人網現在 二十位 這樣 沒理由二十位 網頁上二十位 很重要的 都沒有理由 沒有廣告 沒有這個商機 這樣 只不過是 蕭先生過去的日子 他不是想這件事 他一個人想不到這麼多 即是他沒有一個人專責去找廣告 我知道那時候 有時有過一下 但又 因為他不是最在意這件事 他虧得起 哈哈哈哈 虧得十萬八萬一個月 但如果我 這個角色的時候 一定要幫他思考 生意的考慮 現在都很好笑 蕭先生經常說 要我多花點錢 我就說 喂 賺點錢 當然應該是蕭先生 對的 花點錢是為你將來 不會賺到更多的錢 可以雙線進行的 可以 可以 所以 除了生意上之外 節目上 節目上 我們那台的節目 都OK 但某些 我會覺得不夠嚴謹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 我們的節目 可能有30%是OK 站在我們的立場 有70%是不OK的 要我用傳統電台的質素來講 因為始終我們的主持 都不是正統訓練出身 不是由紅褲仔做的 那也沒有正不正統 大舊現在都可以讀多一遍 但這個不是人人做到 當然 有些人覺得我平時喜歡說話 或者我在買菜的時候 跟那個買菜 傻傻傻傻 或者跟很多朋友都說得好話 不代表他是一個好的主持 現在的責任就是把那些 好像30%OK 70%不行 把70%主持的質素 逐步提升 或者逐步找人更替 或者以前 我想他們都做到的 但是沒有去要求自己 如果有個人去提一下他們 或者給一些指引他們 多一些要求 那 我聽部分的節目 那些人自己的準備功夫不夠 這個就是其中的 這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見到部分主持 你上去的台 譬如我們做事 當然是預早做好功夫 就是搜尋一些資料 譬如三節的 一節說什麼 一節說什麼 起碼有些資料 不要有那麼多責任 但是我發覺有些主持 可能上去之前 沒有想沒有準備 有些人還以此為榮 說不用的 我隨意 好自由 說到什麼就什麼 不用問我什麼 進去開麥克風就自然有了 這個就不行 除非你真的 一個千除百年 已經是你知 動文消生也行 其實都不行 但動文其實每一天 都是他在說的 都是他在做的 他準備了 他準備了 他有時整篇文準備來讀的 大佬真的 有些人 譬如老師避不避課 有些學者 他真的每一天 他離開課室 他都在想那個課題 如數加真 他當然可以 但你一個普通人 你到時說 站出來說 說說我生活 說下午做過什麼 這不是一個節目 就是沒有什麼特性 沒有什麼特性 這個也是回去 有時你不可以 要求他們這麼高 因為他們有正職 所以他們沒什麼時間準備 其實做一個節目 是需要很多時間準備的 理論上 到現在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每一天最少都要半個小時準備 最少 譬如我知道他們那些神祖節目 有兩三個人幫他們 剪定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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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光筆 到時一批一批 讓他們準備說話 譬如現在風壓少少 我們每集都有這麼厚的資料 阿近準備的 但是看不看得及 那些客席主持 那些客席主持 勞縮不到 他看到那些客席主持 已經客席了 他在用工作 拆到訓息 所以遲遲 老師就說 阿近你讀 阿近讀完 就是老師說話 他趕到來 他大約知道 他就知道 OK了 這是目標 他說現實的客觀的局限 那就慢慢調節 還有另一樣 就是有些人做網台 他好像覺得 說他自己每天的遭遇 說他自己兩個人知道的事 而外人是不知道的 那他自己兩個人說得 很津津有味 insider 我們都叫inside joke inside joke 就是自己說笑話 你是一些名人 譬如你說 柏子和謝霆峰 兩個人說這些 說龜房小話 那大堆人聽 你不是明星 你不是明星 你是普通人 人家不想知道 你今天買菜 給了多少錢 坐巴士有沒有逼 沒有人想知道 那些東西 那這些我們很多主持人 可能都會有這些毛病 是啊 那你跟著那個 你見到 大部份的節目 譬如你所說不合格 即是怎樣將這些不合格 逐步提升 去到一個 聽眾都感覺到 不是太差的節目 因為有時有些朋友 跟我說 你們沒有的節目 就不行 嗯 第一就是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感召更多 好像大舊這些 即是 我也在學習 有嫁妝 有知名度 有經歷的人 來幫我們做節目 那 接下來 我們都會有些節目 會多一些 有 有條件的人 來幫忙做 但是新人 或者一些 他在自己專業那裡有才華 但是他在電台 未必 那麼聰明 那我們會 不斷去提點 或者 不過我覺得你幾個人 那些模式挺好的 怎樣 至少三四個 那就是 譬如有些 不太行的 有些 可以頂上 譬如有些 狀態不太好 有另外兩個可以頂上 這些模式 其實我又覺得 就是 比別人學習是挺好的 我自己覺得 每一個節目 三個人其實是最終的 我真心覺得 所以現在妄想最大檔那些 譬如 其實我們很多事都說不完 還有 都答聲答口 其實你從成本學一說 那個節目很貴 不要說居馬費 你說這樣的人 他已經可以變成三個節目出來 坦白說蕭先生那些 你動五個 其實有兩個都不說話 蕭先生要有人聽書 一些節目 譬如像毓文 開場的節目 其實台長和毓文兩個都夠 第三個坐在旁邊 其實是浪費時間 或者浪費了台長的時間 其實台長和毓文兩個談 是很好的 是 他們兩個的對話 交流 那個化學作用 其實已經可以很成功的節目 他們兩個也有默契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不用我們上了 他就說 不要緊,你要上了 你要上了 其實 programming 或者設計節目 都有它的難度 譬如不要說我 還是說MyRadio 你們經常說強化節目 其實都要給點時間 要慢慢整理 譬如請了陳敏就好一點 陳敏我就計劃 我和台長和他輪流 因為三個一起 好像怎樣說 又浪費時間 我們一對一 我就和他講多一些政治 台長和他講多一些文化 文化 變成一個很好的節目 說回日後的發展 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 人網早期的設計 或者聚集 聚合 就是政治為主 但是逐步就開始多元化 是 但是除了 人民力量的成立 除了人民力量的成立 政治成份 又重了 是 那怎樣去平衡大眾 或者非政治化的發展 還有人的組合 又越來越政治化 會不會有盲腿 兩個層面 首先說人民力量層面 可能又回到以前 有些人問 喂 香港人網 是不是人民力量的官台 是我就不想了 蕭先生 我都覺得 其實可以請多一些 不同政黨 不同理念的人 來做他們自己的節目 都可以的 是的 我這個節目 未以前請過劉光華 梁志雄 石禮謙 是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他們也未必很抗拒 不過嘉賓 上完很習慣 石禮謙上完 多開心 有機會就上來 可以這麼嘲笑 嘉賓是比較容易 不過你要幫他設計 一個常規的節目 又要多一重的難度 蕭先生還說 其實可以請不同黨派的人 他們可以不是做政治節目的 可以請李慧琼來講臭仔 叫陳淑莊來講文化 這個我不買的 哈哈哈哈 即是我既然有一個人講臭仔 我現在找一個人講臭仔 即是為何要找一個有政黨背景 即是你既然搞一些 消閒娛樂的節目 你找一些消閒娛樂的人 這就是無限擴展 你寧願找一個lowbody來講臭仔 如果他能講臭仔 就找他去講 他又願意講 哈哈哈哈 但笑不免又會回去講政治 即是這個你就撇不掉政治 這是其中一個考慮 從臭仔去演繹政治的論述 即是不需要敏感 不然又討論了幾半出來 好不好找梁美芬講什麼 好不好找李慧琼講什麼 不要啊 找梁美芬講什麼 一定是爆台 即是屬以千計的討論區 我們待會休息回來 就會講講 咦 即是人網 將來的發展是怎樣 那就聽兩位前後的CEO講講 休息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 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